大家好 進入我們疫情下系列 今次這個名字輕輕有趣點 叫做疫情下的平安寺 可能朋友不知甚麼叫平安寺 轉頭告訴你 不過為何我們想這個題目 因為我們近來很多疫情關係 很多朋友平時去我們議員辦事處 問平安寺怎樣做 甚至我們很多時候做一些講座 介紹平安寺 這陣子雖然做不到 所以電話非常多 為了令朋友可以在空氣中 聽到我們介紹平安寺 不如我們今次找我們 不用去那麼遠 找我們律師行自己的老友 我的拍檔 專門做遺產承辦 房地產買賣的律師 Wincent 袁律師 袁可兒律師 幫我們一起聊天做平安寺 今天我扮演是順嫂 我甚麼都不認識 只是思拉問法律 我問袁律師怎樣做平安寺 你便做專家 甚麼是平安寺呢 平安寺其實即是遺囑 平安寺只是一般人 名字較好聽 不叫遺囑 實際上是遺囑 遺囑主要目的是 自己寫下意願 將來百年歸老後 如何分配自己的遺產 有甚麼人才有資格做平安寺 我們要準備甚麼文件 其實每個人都有資格做的 只要一般18歲以上都可以做平安寺 我不是李嘉誠 我沒甚麼錢 為甚麼做甚麼 很多時的問題 客人都這樣說 我沒有錢 為甚麼需要做平安寺 通常我答覆 平安寺不是說今天 是八年歸來的那一天 即使今天沒有資產 不代表將來沒有 可能八年歸來的那一天 有很多 譬如六合彩下星期又開了 可能會中了又有資產 所以今天沒有資產 不代表八年歸來的那一天 我想問問為甚麼要做平安寺 做和不做有甚麼好處 不做有甚麼壞處 平安寺最好的好處 是根據自己的意願 分配資產給每一個受益人 是不需要根據法律的分配 如果不做平安寺 根據法律一般來說 配偶、子女、兄弟姊妹等 可以分得到 這就是最主要的好處 譬如有些人是想 把自己的資產分配給 譬如說契仔、契女 那些可能是比自己的子女 對自己更加好的人 反正我們以前和八年歸來的 做《盡數心、忠誠》節目 很多時候投訴幹 就是那些長者 特別是哥哥 八年歸老之前那幾個月 去老人院、醫院 和年輕貓陣的姑娘 服侍她的嬉嬉嬉子很友善 到最後給予那些人 真的有這些個案 如果不是有平安寺有保障 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或者用平安寺可以做到效果 我經常有一個例子 大家都有手機 買回來其實可以用 手機明明是零星 光猛度 自小大小 都有一個標準的製造商設定 但並不是適合每一個人 所以每一個買手機的人 回來自己是教自己喜歡的聲音 長短 光猛 平安寺 我是主婦 我不認識 主婦也認識很多東西 是不是可以教手機一樣 我不需要根據法律上 制定標準的分配方法 而容許我可以自己愛愛的喜好 做這件事 剛才所說 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 去分配自己的遺產 就算人不需要自己的近親 甚至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都可以 例如剛才所說 契仔契女 或者是後父後母 繼母 都可以 其實不單止這樣 律師Winston 因為有些 我們現在這一代比較少 因為現在特別內地出生的人 他們連遇日時都有 但我們長輩當中不少 在戰亂中出生 在戰亂中結婚 往往他們的關係 例如他們的父母母子關係 不是可以有一篇文章 一個登記可以做到 又或是結婚也好 可能會走過去 可能沒有什麼登記 登記了東西又不見了 這時候平安寺可以將關係 不論有沒有關係 總之我給陳大文 或者我給袁律師 已經搞定了 我又不需要再轉一步 用一些官方證明我們的關係 這是另一個 我聽你說袁律師是否教訓 可以這樣說 現在Ford說得對 這正是有第二點的好處 我想說的 就是有平安寺時 將來搞遺產承辦 是簡單很多 而且快捷很多 原因是沒有平安寺時 就需要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剛才Paul也說了 可能有些父母沒有結婚證書 是舊式婚姻 或者子女出生時沒有取出生子 我記得在香港50年代的時間 我聽過父母說 很多人拿 50年代是拿到的 但一張好像要5元 當時5元是很貴的 所以有些父母是不拿出生子的 那麼貴是5元一張嗎 我聽說是很貴的 當時買碗粥也是斗領的 是的 所以很多窮的父母 就不幫助子女拿 這正正第二個原因 就是為何要立遺囑 就是平安寺 說回今天其實也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香港很多人 其實在外地結婚 或者子女出生在外地 譬如說在新加坡 在美國加拿大澳洲全都有 如果沒有遺囑的時候 這些親屬關係文件 外國所出的 其實香港法院是不接受的 就這樣這個證書 結婚證書出生子 香港法院是不會接受的 是要怎樣呢 還要做多一個步驟 要回到當地相關的部門 要證明這張證書的簽名是真的 如果有些地方 譬如說加拿大 還要做多一個步驟 除了這個相關政府部門 證明這個簽名是真的 還要當地的中國領事館 或者大使館再加簽 再證明這個政府部門的簽名是真的 即是繁帝光 我們會證明北京證明 這個領事館是真的 如果在國內的公證書 除了公證書公證員之外 亦真的要拿去北京外交部 再加簽 證明公證員的簽名是真的 但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樣是很廢時失事的 因為很多人回流了香港 你回去當地拿證明文件 真是浪費錢浪費時間 所以有一張平安紙說 陳大文不需要證明他有老爸 不需要證明他有老婆 不需要證明他有老婆 這很多人不知道或是忽略了 這真是很技術性的東西 不是真的行家 不是這些專家 真是不知道這件事 不過我又反過來問一問 我們很多時候 不是讀法律的人 不知名詞 很多時候看到平安紙上有甚麼受益人 甚麼執行人 甚麼見證人 甚麼東西 原來是 其實很簡單 一個平安紙最基本是執行人 執行人其實是由立遺囑的人 是指定希望執行人幫他搞那些繼承遺產的法律程序的手續 完全是當事人自己委任的 在法律上你委任或執行人其實不需要徵求同意 你喜歡委任多少人都可以 十個一百個都可以 不過他搞承辦的時間 法院最多的次數有四個 只是執行人 一般街坊可能沒有那麼多執行人 都是由立遺囑的人 最主要是說執行人 執行人是甚麼人才有資格 其實執行人只要21歲以上就可以 當然立遺囑的時間 即使執行人未夠21歲 你也可以委任他 因為他要做事就是 當事人過身才要做事 你委任他 委任時未夠21歲 但八年關於時間 他可能已夠21歲 我們稍後有關執行人的資格 我們補充一下 不過先聽到其他兩位 受益人是甚麼 受益人是顧名思義 你便想分為遺產的受益人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歌族也說了 受益人不需要跟自己有任何親戚或血緣關係 最常見受益人是慈善機構 有些當事人希望將來自己百年歸類後 將部分遺產給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便會成為一個受益人 受益人是否可以同時做執行人 答案是可以的 而實際上 執行人多數是其中一個受益人 原因是執行人有很多責任 沒有利益 他的身份沒有利益 所以如果他不是受益人 很多時候那些執行人都不願意做執行人 我們說了執行人 受益人 甚麼叫做見證人 原理師 見證人亦顧名思義 就是看著當事人簽的遺囑 人士叫做見證人 法律上要求有兩位見證人 這兩位見證人不應該是其中一個受益人 或者受益人的配偶 否則受益人就不能領取任何遺產 如果受益人又做見證人 遺囑有沒有效 遺囑仍然有效 不過這叫甚麼 彈加雞見水 有得看又沒得洗 沒有得喝 所以千萬不要 如果是找見證就千萬不要是其中受益人 否則 配偶也不可以 否則遺囑有效 不過你便沒有得受益 那就真麻煩 其實我們弄完這個概念後 似乎都不是很複雜很簡單 我又問一下平安指經常遇到的問題 我做一張平安指 我需要預先在我再生時通知受益人 這是個人的決定 有些人立遺囑是不想讓受益人知道 原因是他不想讓受益人 通常是子女一早知道 將來留下所有遺產都給他 可能這會導致某些子女 然後就繳上手 不用上班了 上班早上起床被老闆罵 上班那麼慘 遲早都是我的 不過告訴你 遺囑是可以隨時改的 遺囑是何時生效 遺囑是當事人過世 八年居住那一天才生效 在他在生時 其實遺囑是沒有用的 即是一個所謂的裝紋 正在擺放 沒有用的 完全沒有用的 一生人每天喜歡做十份都可以 每天做十份都可以 其實是沒有限制的 只是法律上 是最新的那份作準 今天做了一份 就會取消了昨天做那份 立了遺囑是否沒有手尾根 便完成了 手尾是甚麼意思 譬如說 我解釋你 有些人以為電視劇很流行說 去律師樓簽離婚 離婚簽了名 他以為離婚了 有人做了遺囑就以為 搞定了 我相信問題是 究竟遺囑之後 其實八年歸老之後 是否要有其他手尾根 做了遺囑之後 仍然需要去遺產承辦處 去搞遺產承辦 這就是一個實際的情況 第二個情況就是 可能問這個有沒有手尾根 就是 有時候有些人立了遺囑 可能分配不公平 可能某個兒子就會多些 某個女兒就會少些 如果分得少那位女兒 可能出來吵鬧的話 可能有手尾根 可能當日簽遺囑的時間 比如說 神志不清 神志不清 或者受人影響 這些都是一個理由 可以推翻遺囑 如果被推翻的話 其實這個遺囑是可以無效的 假設公平沒有手尾根 但仍然需要做遺產承辦的手續 通常來說是否一定要律師做的 在法律上不需要 如果簡單 很多人自己去高等法院遺產承辦處去搞 每天就有規模 但如果有些複雜的時候 那些政府官員都會叫當事人找律師去做 我突然變成律師 15萬以下可以選擇程序做 15萬以上比較麻煩 就要找律師做 可能會更方便 如果5萬以下更簡單 可以民政署去幫你做 已經搞定了 或者這樣說 如果執行人不按平安寺處事方式 或者要求去做 會否有何法律後果 執行人除了責任取承辦書外 其實都要根據遺囑分配資產給每個受益人 如果不跟隨分配 其實這個受益人是可以向法院申請 強迫執行人執行責任 甚至要求法院 所謂解僱執行人 即是remove 剛才說的最好是立平安寺 如果不立平安寺 就要電手機工廠設定 那會是怎樣的 現在當我無奈遺囑 法律上怎樣分配 先後次數是怎樣的 怎樣分配 就視乎有沒有配偶子女 最常見的情況 有配偶子女 例如我立平安寺 八年歸路 我有配偶子女 分配方式就是我留下的資產 最初那50萬是屬於配偶 剩下的就是分兩等份 一份配偶 另外一份就是我的子女平均分 無論我孩子矯遠ゲros 看如我這樣呢 如果是沒子女只有配偶 最初那100萬便就會取回配偶 剩餘亦分兩桿 一份亦分配偶 如果有父母是父母 如果沒有父母是兄弟姊妹分 總之就是已經有设定所在 但又未必是對這些事 如果真不需要怕 一系列到最後才是代表立法人 多謝你 多謝你 到最後如果沒有人領 那時便去了政府 理論上是 我想問有些人一生最大的資產是一層樓 不能兩夫婦長命契所擁有 在這情況下他需要立遺囑嗎 需要立遺囑嗎 甚麼是長命契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介紹甚麼是長命契 長命契正式名稱是聯權共有 例如A和B是一個長命契的物業業主 其實意思是A過新鮮物業就歸入B 自動去B 沒錯 反過來一樣 B過新鮮就會歸入A 這就不會變成遺產一部份 意思是因為你已經自動搞定 有事但A去了B B去了A 根本就不用經過遺產階段 所以就算不進入遺囑分別也不大 沒錯 反過來想問保險又怎樣 保險受益 有沒有需要為了保險 這筆東西特別做遺囑或不需要做 需不需要做遺囑 視乎買保險的時間 有沒有在保單上填補受益人 如果寫了受益人 那筆錢就會歸受益人 亦不經過遺產承辦處 不需要經過 受益人持住死者的死亡證 就可以去保險公司取得保金 即是跟長命期一樣 因為保險可以去到手藝人 根本就不去遺產 如果不需要經過遺產處理 去那個遺產 對 反過來問一問 銀行戶口又怎樣 聯名戶口 銀行的聯名戶口 以我所知大部份銀行的處理方式 都是好像長命系物業 但為何我說大部份銀行處理 因為這是我的經驗 但實際上要看當時開銀行戶口 那個銀行的條款是怎樣的 但問題是開銀行戶口時 沒有人會問銀行的職員究竟 是哪一種 對 我過身怎樣處理 銀行的職員也不會主動告訴你 當你是聯名戶口 多數都是長命系處理 A和B的聯名戶口 A過身後就會歸入B 大部份銀行都是這樣 但又說一旦有銀行戶口 聯名戶口時 一旦有人自彈A走了B走了 會凍結 不會的 如果聯名戶口不會的 這種就不會 除非只是單售權 如果個人戶口會凍結 大家要留意很多人問的事 另一個很多人問的 剛才也提及過外國人 現在不是說外國結婚 不是外國生子 外國的資產是怎樣的 香港立遺囑 如果我們現在很流行 內地又有資產 或者美交 澳洲 英國有資產 香港立的平安節 能否直接在外國的資產處理呢 我們很多客人 在立遺囑時就會說明 自己全世界所有的資產 動產不動產 都是根據遺囑處理的 但在外國的資產 在外國究竟成不成形呢 其實很多時候在當地的法律 並不是香港法律 一般來說如果在普通法國家 譬如英國、澳洲、美國那些 當地是會承認的 但如果在大陸法的 譬如國內就未必承認的 那你怎樣處理 是否要留兩張圍捉得比較穩陣 可以留兩張 亦都可以到時真的過了身後 譬如剛才說的例子 你國內就要拿著平安子 去國內問律師 國內的律師究竟 香港遺囑關於這個物業 國內是否承認的 是 有一個輕輕冷悶一點 不過事實上時會發生的問題 我沒有平安子 但沒有正式結婚 多有小朋友 法律上沒有結婚的小朋友 能否繼承呢 現在法律下可以的 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 是同樣地位的 在繼承方面 所以不用擔心 總之就是 一紙分書有重要性 但一紙出細紙似乎分別不大 沒錯 今天很感謝袁律師做過律師的角色 很感謝我做不是律師的角色 今天聊天大家可以去交流一下 但我們都用比較稀釋浪漫方式 就是介紹一下平安寺 事實上現在香港年長的朋友越來越多 所以平安寺的關注 平安寺的作用越來越大 希望大家多留意一下 當然大家總有八人歸六幾天 如果早些安排了 就不需要個個都變小甜點 因為很麻煩 今天很感謝袁律師 下次我們再一步 疫情下的其他系列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阿波 多謝你